近马英九昨天在攻台南绿营票仓 带着立委参选人苏俊斌还有谢龙借来光夜市 一路上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哦 不过一会晚上先是有人高举叛国牌子呛马 随后还有印尼女子是拿着大声工对马英九呛响说 我讨厌你 马英九讨厌你 讨厌马英九 谢谢马英九 登山 登山 不许为马英九做行 就在群众纷纷抢拍马英九几道不行的热烈气氛中 一名女子拿着大声工在人群里大声的呛响 不过随着马总统挥挥手道别 女子也跟着淹没在人群里 马英九台南充选票职工绿营大票仓 稍早到庙里参拜也被呛 男子高举写着叛国两个字的牌子 随即被安全人员拦下来带离现场 有人呛马当然也有人停马 大东夜市的摊贩和民众 抢着拍照和握手 马总统展现清明作风 一坐下来只要能牵的 统统来者不拒 至此时还修了一段礼语 修台语想跟贴近选民 来到台南火车站附近 选择用扫街的方式备票 商店街骑楼拍了长长的人龙 有人尖叫 有人兴奋到跳起来 其中这名精心打扮的女子 是马总统粉丝 拿着相机一路紧紧跟随 小马哥魅力瞬间席卷 站前商店街 只是带着两名立委参选人 苏俊斌与谢龙介 加上辅选干部 委案人员 这一大票人逛大街 不知道能够吸到多少选票 倒是先累坏了 维持交通的远景 东三兄蝗虫群 SNG小组台南报